看起來蠻重的 寫字其實有時候會有一點感覺 他當時寫字的時候 他這個速度是快或慢 那個墨的堆積的程度是多或寡 多少有時候有一點感覺 也就是一個人在寫字的時候 他的呈現的節奏 紙張反映在線條上面的感覺 隱隱約可以知道他到底想在做什麼 其實是有的 雖然說不能說直通古人心理 但是多多少少在寫的時候 尤其在夜深人經的時候會更有感覺 有與古人交流 點靠得很近 弦的東西不用講太多 大家聽不懂 基本上就是技術 我們在講說 他出現了多少技術你就要出現 他送對準你就要對準 他拉長就拉長 他縮短你就縮短 他歪出來就歪出來 他翹上去你就要翹上去 這叫技術 技術就跟運動一樣 都來自於熟練 熟能生巧 然後這個巧就形成強烈的肌肉記憶 在你運筆的過程中 不需要特別的思考了 你就可以輕易的完成 這叫做肌肉記憶 所以我寫的時候 雖然放得很輕鬆 但是我知道我的筆毛在幹嘛 我就掌握住那個 毛筆的脈動 風兩次出現就要寫的不一樣 那毛筆的脈動 每一支毛筆的脈動都不一樣 然後每一支毛筆跟指的 不同的指接觸以後 它產生的脈動也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要不同的指要練習 有時候要寫好指 有時候要寫爛指 就練習技術 遇到泥泥地的時候 是不是能走得很輕快 遇到岩石地的時候 是不是能走得很安穩 這都需要練習 主寫的長長的 所以很多人看到在寫書法的人 會覺得怪怪的 這有什麼好練習的 寫老半天 有什麼好練的 你怎麼不去看那個彈鋼琴的 彈了老半天 不是一彈都八個小時嗎 都要花很多時間練習的 都要花很多時間練習的 好上面窄的下面寬的 這個斜的 他希望斜的斜度一向都很驚人 這個很難講怎麼寫 有人先寫這邊 再寫這邊寫完再寫這邊 也有人中間寫完 又要寫左右兩邊 那我沒有什麼特別意見 看起來我也不太清楚他怎麼寫 所以有人習慣說 我先把中間寫完 這個要出現第二次的時候 如果他有牽絲印帶 連的比較清楚的時候 就可以很明顯的告訴大家 他是怎麼寫的 因為我只寫一次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怎麼寫這個字 他怎麼寫這個 他怎麼寫的 可以下注 他怎麼寫 他怎麼寫和它